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前总干事高俊明牧师日前辞世,虽然高反对同婚立场鲜明,还曾连署要总统蔡英文放弃连任,不过,蔡英文今日下午于脸书上发文悼念高俊明,他在文中说,我一直很敬重高牧师,在许多的时刻,高牧师给我许多鼓励和建议,所有的建议,都是基于对台湾的爱。 蔡英文还说,我也不会忘记,今天台湾人所拥有的自由民主,都是高牧师跟许多民主前辈,用一生血泪奋斗出来的成果。 蔡英文指出,高俊明是台湾人的民主前辈,他在威权统治时期,部位强权,带领长老教会发表人权宣言,用行动来实践民主。 美丽岛事件发生后,高俊明不惜深陷淋雨,营救只有一面之源的施明德。 为了等候高牧师归来,长老教会总会那张空椅子,也代表了台湾人追求民主,坚毅不屈的决心。 蔡英文说,高俊明的精神理念,让台湾民主化跨出了关键的一步。 她虽然离开了,我们仍会继续努力,守护民主,守护自由,守住台湾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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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。 。